新中国成立后 紫禁城也就是故宫 逐渐开始对外开发 即便是普通老百姓 也可以进去参观游览 但是参观过程中 不少人注意到一些宫殿大门紧闭 不准外人探访 其中的羽化阁更是百年来 从未对外开发 据说里面藏着一些少儿不移的东西 只有皇帝才能进入 本期影片猫爷就为大家好好探一探 羽化阁的秘密 大家好 回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猫爷收集的天下最新的奇奔趣事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故宫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翘楚之作 他见证了600年王朝的兴衰起落 故宫于1406年开始兴建 1420年建成 故宫全貌是一个长方形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 又被称为紫禁城 南北长961米 东西宽753米 城外附属的护城河宽度52米 是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目前国内重点的文物修复单位 和历史研究单位 故宫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建筑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 这座七十磅礴的宫殿 曾经居住过24人历代皇帝 和法国凡尔赛宫 英国白金汉宫 美国白宫 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并成为世界五大宫殿 可想而知 故宫的文化价值之高 故宫从建国到现在一直为全面开发 一方面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尚在进行 如果贸然开放会影响修复进度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承载了600年历史的故宫 他见证了兴衰 见证过庆典 也见证过悲剧 有些场所并不适合对外开发 例如重振皇帝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 招人殿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外开放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雨花阁 雨花阁位于延庆门西侧 和延庆门一墙之阁 从宝华殿通过绍夫门 即可见到这座小巧精致的阁楼 它是故宫西侧宫殿群里最高的一座 也是最大的一座佛楼作用的阁楼 在自建城里散布着数十座不同规模的佛楼 而雨花阁又是最神秘最独特的一座 首先这座佛楼的外形奇特 它是汉代的尖顶 尖顶上覆盖着溜金和铜马 顶上还矗立着溜金的喇嘛塔 乌脊装饰着溜金的龙 这些敦龙全都是藏族风格 这种汉藏合璧的风格 在故宫这座清宫内现在尤为独特 也是整个故宫建筑中 唯一一座汉藏风格的佛楼建筑 整个雨花阁在外侧看只有三层 三层也是皇家阁楼里常见的高度 但实际上如果走进雨花阁 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四层建筑 这种建筑风式被称为明三暗四 并且全楼采用的都是木质结构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已经反映过来了 一座纯木质阁楼 经过了六百多年的风霜洗礼 现在的稳固性必然是有所欠缺了 故宫进入游客参观 和那程度上是出于对游客安全的顾虑 现在的主要修复工作 也是在努力加固这座雨花阁 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原因 那种原因则是这座阁楼里 藏着一些羞羞的文物 前面猫页有提到过 雨花阁是一座佛楼 和故宫中其他佛楼的作用一样 这个地方是皇上皇太后们拜佛的佛堂 但其他佛堂只有三层 雨花阁其实有四层 这最神秘的就是第四层 里面供奉着的 是一个说起来就让人脸红的佛像 欢喜佛 关于欢喜佛的内容 猫一四强的一期影片中 有详细的聊过 感兴趣的老司机可以自行查看 这里简单提嘴 欢喜佛是印度佛教 和西藏信仰结合的本尊佛 其中男相代表法 女相代表智慧 而男女结合寓意以欲治欲 可千万不要想歪了 这一男一女相互仅庸的画面 其实是告诉此人 法界智慧无穷 欢喜佛 旨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供奉 而雨花阁是整个故宫 唯一座藏传佛教的佛楼 那么自然也就只有雨花阁 能够供奉这座欢喜佛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大错特错了 这雨花阁隐藏的第四层 供奉的东西 其实都和两性相关 成年人看到这些东西 知道这是历史的遗留产物 是重要文物 但如果游客带着孩子来 给孩子解释起来 可就麻烦了 所以干脆就不对外开放了 另外关于雨花阁的第四层 还有一段关于溥仪的故事 末代皇帝溥仪 在大清衰亡后 自己进故宫也要买票 溥仪进故宫后 来到了雨花阁 却被拦住不允许进入 门口又无文字说明 正巧一对游客 也在听到导游 介绍雨花阁的来历 介绍的完全不符合历史 溥仪一听便笑了 跟旁边的人说 你这个导游说的不对 我来告诉你 这是干什么的 一旁的老专家 一脸不屑 对溥仪说 你一个年轻人知道什么 难道你还上去过 你还知道里面是什么 溥仪说 我不仅上去过 不仅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当初和爱人 结婚的时候 都进去过 专家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眼前这位人是溥仪 他嘴里的爱人 就是溥仪的皇后 宛容皇后 溥仪当初跟大家说 这座宇花阁里面满是西式珍宝 每上一层便更加珍贵 尤其是宇花阁的第四层 藏着的都是稀有的两性之物 这也是溥仪逛故宫时 一件为人熟知的趣事 他把这宇花阁的每一砖 每一碗 都给游客讲得明明白白的 也难怪 毕竟这曾经是人家自己的家呀 曾经宇花阁有过一小段时间 对外开放 但因为里面的藏品 和整个阁楼的结构 不适合大量游客参观 于是最终关闭了 希望等宇花阁修复之后 能在2025年 故宫开放100周年的时候 把他的秘密展示给所有游客 聊完了禁地宇花阁 猫也在给大家推荐 两个故宫中最值得游览的地方 北京城内一共有两块九龙壁 一块在北海公园 另一块就在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的九龙壁 有个有趣的故事 基本上每个旅游团的导游 都会在这里给游客讲解这个故事 导游讲的故事虽略有不同 但基本脉络都大同小异 几百年前 皇帝下了一道旨意 要用琉璃修建一座九龙壁 但在修建过程中 因为工匠的失误 不小心打碎了其中一块琉璃 如果工程因此延误 工匠就会被皇帝降罪 于是这个工匠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一块木雕代替了被打碎的琉璃 木雕被工匠上色之后竟一家乱真 即便是皇帝亲自查看 也没有看出其中的瑕疵 工匠很幸运地躲归了这一次的解难 于是在后世的今天 我们在北京故宫内 就看见了这样一幅 有着一点点瑕疵的九龙壁了 故事的真假 经过了百年 已经很难再去追究 但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却能让我们了解到 几百年前 古人精湛的手艺和文化 珍宝馆 是故宫中需要额外购买门票的一个单独宫典 这里值得推荐的原因不在建筑 而在珍宝 北京故宫现存文物180余万件 而在珍宝馆中展示的 实在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文物 但即便如此 珍宝馆中的珍宝也足以抓住你的眼球 打开你对于文物的认知 金银玉器 生活用品 室内陈设 各种各样曾经的王室宝藏 如今都一一的陈列在你的眼前 立体的向我们展示着 封建制度下拥有最高权力的皇族 曾经在这座宫殿中的生活 故宫分中东西三路 其中故宫的主要建筑都集中在中路 中路永远是故宫游客最集中的路线 而中路建筑中 游以三大殿最为有名 也是游客聚集最多的地方 三大殿是指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他们是皇帝行使权力和举行大型圣典的地方 是皇权的体现 太和殿俗称金鸾殿 在故宫的中心部位 是三大殿中最大的宫殿 太和殿是举行皇帝登基即位 皇帝大婚等圣大典礼的宫殿 宝和殿是三大殿中第二大的宫殿 明清两代用途不同 明代策立皇后皇太子时 皇帝在此殿受贺 清朝初起皇帝在宝和殿四宴外藩 此外清朝的顺治 康熙二帝还曾在宝和殿居住 中和殿是三大殿中最小的宫殿 主要用途在于皇帝到太和殿参加大型庆典前 再次休息准备 三大殿是故宫的中心 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 也称为前朝 看过三大殿 听过三大殿的故事 也会对古代的封建王朝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好了 今天的影片猫爷就先讲到这儿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地方的特色风俗 历史趣闻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猫爷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